這首歌來自於唐古拉山最上有名的叫木人心曲的部分給大家分享 現在飄著雪的地方可以看到已經雪在燒了 雪在飄雪在燒心裡的燃燒 來分享幾首詩 那一夜我聽了一首素唱 不畏參悟 只會尋你一失氣息 那一月我轉過所有金輪 不畏超度 只會觸摸你的指紋 那一年我刻長頭擁抱塵埃 不畏超佛 只會貼著你的溫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萬大山 不畏修來世 只畏路中能為與你相遇 那一瞬我非生成仙 不畏藏身 只畏用你平安喜樂 只是就在那一夜我忘卻了所有 拋卻了信仰 捨棄的輪迴 只畏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 早已失去舊日的光澤 這是來自於六世達埃爾瑪參陽加措 給後人留下天下第一有情人的風雅形象 林山瑶瑶 招引著超世世俗的超聖者 艱苦卓越的情境 而作為活佛的參陽加措 六世達埃爾瑪卻在這條充滿蹊蹟的路上 顯示著一段令人惡婉的情愛悲劇 給求聖者燒去生命中最真實的感動 佛 佛是什麼 尋佛成主的路途中是否也得經歷 宣老洪霄凡臣繁華與頹敗的洗禮 佛頭釋迦摩尼之所以偉大 是因為他經歷從繁華之極到淡定之極的瑞變 並非他一出生就能洞悉了悟生命輪迴的十二因緣 釋迦摩尼以凡人到成佛的過程 恰恰印證的生命是需要多結的不斷受罪與吃苦 來獲得靈人不斷的生活 而參陽加措對於靈性的渴求 往往和高高在上的神佛 或者和人為異想的若干的天條是相違背的 於是參陽加措他注定成為一個失敗的佛佛 卻又無意中注入一個偉大的佛頭的詩人 一個世間含有的情人 當踏遍多款的雪花以神壇暗夜裡偷偷出宮 走出的蒼鴉加措 來到仿佛佛東三明月間夾夾的少女面前時 也使為了印證那一個又讓人心碎神明瞬間的到來 禁食修子 動觀 立立情人 掛眼前 啃巴此心 學 疑學道 吉身 成佛有何難 最有名的他一首詩 拔酒問天 默默聆聽蒼鴨教措 脫漏人性的防灿 第一最好不相戒 如此便可不相戀 第二最好不相知 如此便可不相失 第三最好不相伴 如此便可不相戒 第四最好不相戒 如此便可不相戒 第五最好不相愛 如此便可不相戒 第六最好不相對 如此便可不相慧 第七最好不相悟 如此便可不相戶 第八最好不相許 如此便可不相戒 第九最好不相依 如此便可不相慧 第十最好不相遇 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見便相知 相見何如不見時 安得與君相與絕 免教生時作相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昌昌教措寫得非常棒的 相見如何不見時 等一些的心思的部分 好他說我們這邊 稍微暫停單落囉 嗯非常好聽的喔 好拍三個 建物 城ilia 竜中 過了 ствен 其喜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